今天中国国民党在中常会通过上个礼拜由中央考纪会所送出的22位党员的考纪案 其中包括9元的开除党籍以及13元的撤销党籍 所有常委都无意义的通过 那我们也是依照相关的党章规定 那就是有通过之后就立即生效 在九合一选举只剩70多天的时间 所有的党员先进同志都是以最乐观积极的态度 我们争取台湾民众对于我们的信赖 那我们也希望集中选票最大化 给予我们所有党籍的提名候选人 我们要九合一选举里面都一定要赢得胜选 我想对于美国国会他有任何的对于台湾有利的法案 我们绝对是乐观看待 我们也绝对感谢所有国际友人对于中华民国的支持 但还是强调在通过相关的法案之后 我们也希望更能够有实质的交流跟实质的参与 国民党共同一致的主张 我们现在就是爱台亲美有路和日 我想这个政策方向立场绝对不会改变 如果民进党穷得只剩下抗中保台 如果民进党在现在民意如此低迷的情况 到时候还是只能贩卖芒果干的话 我想民众绝对会试破手脚 而且九合一选举选的是地方的县市首长 地方的议员 地方的乡镇市民代表 以及地方的乡镇市长 这个是地方事务 与其每一次都在用抗中保台这种两岸关系来操作 来炒议题 倒不如实实在在的拿出政绩 民进党直求对决 不要再用这种一而再再三的论调 来故意撕裂台湾人民跟台湾的感情 决定文连出 民主要等伤心 决定文连出 决定文连出